记者林新汉新北报道,夏天到了,东北角水上活动成为焦点,交通部观光局东北角及伊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,环岛行善团,基拉诺宇悦公司,奥莫尔游艇,龙洞游艇玩家俱乐部等单位,今天安排喜哈尔等弱势生搭乘总价值超过两亿元的游艇,开心体验乘风破浪的魅力。 风管处长陈美秀说,东北角从龙洞至浮龙海湾地形,风力稳定,内河附地广大,是北部最适合从事潜水、风帆、独木舟等海上活动的地方,附近的龙洞四季湾是发展极为成熟的游艇活动基地,周边景观也很丰富,龙洞甲旗言、鼻头脚等,都是世界级地质景观, 为喜哈尔发起圆梦活动的龙洞四季湾总经理林志玉说,环岛行善团,基瓦诺公司有一次送物资到教养院,看见小朋友画出在座船出海的图,感到很心酸,觉得可能会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, 很感谢游艇船主们的大力支持,看见他们在海上的快乐笑容,非常值得 感谢观看